门就关上来 人家这鼻也走了 那激了人家哥哥死了人家管你这事吗 但时光也激了 兔崽子啊 吓唬我还上市局谈话 上手厅都咋的 双啊 光哥 你到不在 一小时之后上二姐插楼 我找你有急事 行 那个光哥 我一小时之后到 老铁 时光的眼睛片 发出了一丝丝寒光 很快 时光来到二姐插楼 刘苏又来了 刘苏来了 一敲门 时光两话进来 刘苏往里一进 光哥 这上午刚落完 这怎么又又来了 这事不好办 多少钱 人家也不干 人家哥 啊 开厂子的 一年那么正上百万 他弟弟当所长也不找账 啊 这钱呢 摆不平这事了 光哥 那 这这事 我跟你说啊 而且这个我找到谈话了 把他弟弟曹宏伟啊 啊 威胁我都啊 我这么跟你说吧 他弟弟上市局啊 可能去查地党去了 你们这个团伙的杀人案子 包括以前干的这些事 有可能一下全给你翻出来 啊 你们这些人啊 整不好啊 那就得上路 刘苏往里听别的啊 啊 光哥 这这这这这这这咋办呢 这这这这这发案呢 这太狠了 咋办 你说咋办 跑路呗 咋办 啊 跑路 我跟南哥说去 跑路 刘苏往这就要走 时光讲话 不是 怎么呢 这就要跑路啊 这就要跑啊 不是 这个光哥 那不跑路咋整啊 他他他一个所长 他要上上面一捅 那这案子一发 那我们就 不跑路 也有一招 啥招啊 啊 光哥 我说了 你就当我没说这个事 你左耳听右耳就得忘 别说我说的 不是 光哥 啥招 这事啊 所有的事都能摆平 啊 现在就差他身上了 就差这个曹宏伟身上了 你自己行事吧 不是 就差他身上 这这 这就差招 这事 你咋这么笨呢 你咋啊 大伙都反应过劲了 都明白 这这服务员都能听明白 你听不明白 你他妈小双 这么聪明的人 小双明白 他都不明白吗 光哥 我不太明白 我 明见 咱们哈尔滨哪年不消失几个人啊 大江里面绑石头的 山上山洞里埋的 啊 那哪个土 土包子里面不埋人呢 啊 行了 就当我没说啊 小双 你们跑路 啊 我也只能帮你到这 啊 我走了 不是 哎 十月 我 时光讲话呢 我只能帮你到这 你是跑路啊 还是跑路啊 你自己选了 说这话 时光 窜息 从这屋里就出去了 这时候 刘霜啊 从这屋里出去了 他脚步 他就得沉重了 刘霜讲话呢 你看杀人 这团户里面是干了几期的 但是杀 而且还是个局所长 没干过 等回去的时候啊 老铁 回到租租地 就是到这个东立区的租租地啊 袁南包括张军 哑巴 什么 汗墙 都等着小双人回话呢 等一进屋 小双人一进屋 啊 袁南就说了 啊 那时光怎么说啊 啊 咱们把钱抽到啊 还咋地 事大了 这他哥啊 死了 他弟弟不干了 说好像啊 跟这个市局长谈话 他说他要上市局报备去 还要上省厅 还要告去 说把咱们这个敌党一翻出来 咱们以前的这些杀人案子 可能就全废了 啊 张军一听 他哪个腿这么狠的呢 啊 不是 袁南一听怎么的 他翻咱们以前的案子 那两个那咋办呢 也不是没有办法 市局长是这么说的 说哪年咱们哈尔滨当猜的 他也消失几个 那年代老铁啊 部位也总经 有很多办案人 啊 说白了可能得罪人了 得罪社会了啊 被人家打击报复了 确实凭空的给人家消失了 直接找到哪个山上 挖个洞给埋了 包括扔到水里了啊 甚至把那大石头了 太正常了 就不用别的 那忽兰当年啊 那不就是一起恶性的 报复这个 阿世的这个案件吗 简称忽兰大侠 当然那案子也没破嘛 就那个年代老铁 可能忽兰大侠 比较比较典型 是因为他这个人啊 比较轰动 而且那时候经过布里了 但是那个这 在哈尔滨也好 在哪也好 都会有系列的案子 知道吗 都会有 说到这个事儿 咱说了 这当时小双就把那事儿一想 说这个史局长是这么说的 圆南一听 要不跑路 要不销唬 是个所长啊 没干过这事儿 张军一瞅 干他 你死我破 他不整咱们 咱也不能整他 咱不整他 他整咱们呀 刘所长一瞅 南哥 你们唠着啊 我上那个 站前小拍拍 那个去溜达溜达 我有点别的事儿 不是不是不是 你回来 不是你是 他什么情报部长 你不得提供提供 他地址啥的吗 刘商瞅瞅 南哥 我啥也没说 我也不知道 小双走来 哎 咱去讲话 小双多简呢 这他妈万一以后醒了 啊 这是出事儿了 老铁 这事儿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 对不 干的 干 这样 我跟四哥商量商量 看看咋干 啊 当时咱们可以画幻为简啊 俯四哥也知道这个事儿 告诉袁南 说袁南呢 你最好别去 啊 为了你日后的那事儿 修理就过去 把事儿做干净点 尸体都不让任何人找着 说这里得按啊 老铁 就让这个人直接就消失了 凭空消失 明白啥意思没 谁要是家属一报 说失踪了 哎 达到这种效果就好了 那老铁 一不做二不休 孟外南当年啊 自己并没去 他派了手下四个人 谁呀 张军 唐立强 哑巴跟啥子 四个人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人是有出路的 咱不说那个人 因为那个人活着 咱们换个人 四个人领命了 越南肯定是没去这个案子 他没猜 那么老铁就在这个事情发生 谭文化的第二天的几点 帮黑天 因为他们时间引进不中啊 怕把案子翻了 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侦查呀 这帮逼来个更简单的 唐立强带队 啊 老铁啊 唐立强带队 张军开的车 他们来到哪了 就来到这个 我在这个曹洪伟的单位了 就在单位的门口 因为你下班 你不得回家吗 这曹洪伟呢 由于他那两天事也多 正常他五点钟下班 他没走 等到七点多 曹洪伟从单位啊 就出来了 曹洪伟当时也开了一个啥 啊 开了一个这个萨塔纳 曹洪伟上了萨塔纳啊 开车 他干嘛就没有这个防备 但是凭着职业的敏感 他还是有一些反 就是有一些这个能力的啊 开车刚出门 也就是也就是几公里 才不知道 后面的一辆街普车就跟上他 啊 过了两个恒律灯 正好啊 赶上一个恒律灯 车往那一停 曹洪伟是第一辆车 停那 啊 收音机里面可能还放着这个 啊 这个广播 说听众朋友们 今天晚上啊 有小男为你陪你啊 什么点歌 什么上地啊 这个小收音机放了 他感觉想着新事 就在这时候 啊 张军一脚油门 就盖上去了 也就在这时候 唐立强回头瞅一眼 哑巴跟傻了 啊 准备好 那到那嘎是有任务的 老铁 车很快就平行 越线超过这个车 并牌 两车就是遥相忽应了 哑巴 啊 他们把作案工具 都准备好了 车里面有麻袋 绳子啥都有 啊 包括石头都准备好了 杀完人拉走了之后 给他他妈绑袋子里面 沉浆准备 结果老体啊 事情有出路了 到那家车一变盘 曹洪伟 他妈那 哑巴一盯着瞅着 曹洪伟一落下 曹洪伟就 瞅一眼 瞅我干啥 而且这车你 这这车 他妈那 越实现 抄 抄着到自己平行处啊 曹洪伟这本能瞅一眼 哑巴也没给他第二次机会 这枪正宗没心 俩车离太近 老铁不用秒 啊 中间就是半米远 俩车的距离嘛 中小空 把人这就打死了 打死人之后老铁啊 这时候唐立强讲话 快 哑巴跟傻子 两人下车了 唐立强也下车了 但是老铁 他就死的 这时候 他就手动挡 车很快吧 就就就 哎 就锁死了 车门给外面 这边刚开 开不开 哎 几个人一慌 老铁那那那 那当街打死人的 而且那个远处 有老百姓看的 跑了 杀人了 快来来杀人了 动枪了 就跑了 有不少人 赶他干报警的 跑了干啥的 这慌忙之后老铁 你说你爸爸 把玻璃踹碎了 你开车门 手手扣起来 慌不得路了 老铁 他毕竟是杀人 而且是杀的 阿萨的这个 啊 署长 就在这时候 同车底下 被同车开 张军讲话 快点来 上车快快快快 本身想把尸体拉走 但是没拉走 啊 这么这几人 劈了啪啦 上车了 哑巴傻子 还有唐立强 一上车 张军一脚油门 就跑了 消失在夜幕走了 那老铁 慌了 没毛病啊 等他们全跑了之后 啊 很快上车之后 张军就给原来打电话了 啊 男哥 啊 干了 人肯定打死了 把迷信上了 是吗 尸体 尸体没运走啊 他他他现场 老百姓他瞎起巴喊 啊 刚才也一慌 没开开门了 现在现在合计了 反应过劲了 玻璃砸碎的 就开开 我们就跑了 什么 尸体留现场了 你们你们再打打 在大道上 哎呦 去 不如让四哥去了 行了 回来吧 讲话上来还能啥整呢 老铁 就在同一时间 也就是十分钟之后 时光在家中 时光的电话就响了 哎 局长 不好了 出事了 那个咱们那个管片的死所长 那个超红委 这这这 当街被打死了 什么 啥时候的事 啊 就十分钟以前 啊 我们接见现在往现场去呢 啊 这就有现场的勘察的已经到位了 啊 是 是 现场 对啊 啊 离他小派派就是三公里的距离 他 他尸体都在车上呢 啊 这就被当街打死了 什么 行 我马上上现场 我我一会包备事局 时光气的 这帮小子办事也不利索呀 你说你把人整没的呀 连车带银的呀 啊 你把人整没的 你这帮干活干的不利索呀 你给他沉浆啊 绑石头 你不要俄罗斯系啊 你整北朝系啊 你都行啊 你把车开走 你这 当街啊 撒进而起 还是个所长 你整 这整不好 就整市里去 啊 整他们市局去 这钱不好挣 哎呀 别提了啊 这点低钱 这老铁 话不多说 时光到现场 勘查完之后 时光 就给刘霜 打起电话 刘霜 啊 光哥 赶紧呢 上二姐查楼 找你有事 啊 行 小双知道 因为越南回来都说了这事 小双讲话 咱们再给凑三十万 当时讲话还要钱呢 这事都没摆平 咱自己干的 小双讲话 这这这事没结案 你 光哥找我 这事 你们这事 人家办的历史 原来讲话凑 连夜又给凑了三十万 小双背着兜去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了 话不多说 在茶楼里面俩人相见了 时光瞅着小双 小双啊 你们这事办呢啊 他们也不递递我 整的什么事啊 不是 啥事啊光哥 啥事啊 曹洪伟的事呗 啥事 光哥 你说那曹洪伟 我也不认识啊 曹洪伟啊 曹洪伟谁啊 啊 我从来就不认识曹洪伟是干啥的 对了 那个 啊 史局啊 这个给嫂子那个 点点礼物 啊 还有松鞋在里面 你回想嫂子看合不合脚啊 走吧 回去吧 对了 这段事件啊 千万别露面 等我把事情摆平之后 给你打电话 是 小双转身走了 时光拍拍兜子一瞅去 你把30万 老铁啊 时光前后就这俩事 整了一整了50多万 那有人说了 这个事拉倒了 并没有 当季的第二 就是当天晚上12点的一个案情通报会 是六扇门的一把大哥 啊 还有这个主管的副局 包括这个时光全到位开会的 啊 局长非常震惊 当街打死咱们的干警 而且还是个所长 时光 你作为主管领导 啊 你签他 啊 这个 你们南港分局把这个事案子接了 我告诉你啊 我限你10天之内 知道不 啊 把这案子给我 呸 时光一听 是 局长 保证完成任务 那老铁 接下来呀 10天之后 再一天 小孙儿他们就消失了 包括越南他们都消失了 那肯定都不敢露面 时光来到局长办公室 进来 领导 我跟你汇报一下曹宏伟那个案情通报 啊 说 局长 这个 他这个事啊 是愁傻 愁傻 凶手抓住了吗 那个 是这么回事 他半年前不破获了一起 这个 啊 贩毒案嘛 啊 对啊 还给过他家奖呢 据当街老百姓的口供嘛 说这几个人长得有点像他们云南那边 什么瑞丽缅甸那帮的啊 这个那附近人 说我现在啊 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啊 他应该受到了打击报复 而且这伙分子应该是从境外过来的啊 不定是缅甸金三角还是哪块的啊 帮人同伙 哎 报仇了 打了他 但是这伙人呢 不好抓 他肯定出境了 你说什么 境外也是干的 对 师官 我听说的这个版本 局长可不傻啊 局长可不是傻的 说我听说的这个版本啊 好像跟你说的有点出路啊 啊 时光与丑 局长 这个 咋说呢 这个东西啊 为了消除社会影响 有时候呢 就得快速结案 如果这个事要拖太久了 局长对你对我都不利呀 时光啊 还有半年左右 不多说还有一年 我听上面的党委啊 包括一些领导 私下已经跟我说了 没啥意外的话 时光 一年之内 你跟我应该都是一套领导班子的 时光快提了 快提复局了 势力点啊 这是局长 时光 听了 那个早就想跟领导在一起 这个交流工作 行了 时光 别的我就不说了 这个半年之后啊 咱们可能就到一起工作了 但是时光 我希望你啊 走的每一步棋 经过深思俗虑 你别走错步了 啊 呃 党委常委那些 欢迎你加入 啊 好好干吧 结案吧 啊 别把事局报了 你们难杠结案 结案吧 是 局长 老铁 时光有背景 眼睛能为背景吗 这个马上就提了哟 而且一把局长点的了 这话挺吓人 老铁啊 故事有深度 太有深度了 有人说那个局长收的东西了吗 其实难得糊涂 说白了 我告诉你啊 局长未必收的钱 我就告诉你 他也不敢送 你们有说的意思不 但是局长心里明白 点你一步 你自己注意吧 懂我说的意思吧 老铁们懂就懂 也就未必参与你的事 但是把这事给你点破 我不是傻子 但是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收敛点吧 挺吓人的啊 但时光有时光的人脉 要不才不能提他呢 严局长都听说了 哎 那老铁 时光 结案之后 他并没着急告诉小双 跟焦岩南他们 撑着他们 一直从1994年的9月份 撑到了当时将近十一 两个月 为啥 小双他们挤着热锅上的蚂蚁 说这事还没挤呢 啊 张军长花花 五十万还没挤呢 哎 时光也想给他们点教育 说他妈 这三天两头就杀人 我这咋给你摆呀 又隔了两月 这一天 小双 拿个鞋盒子 主动找到当时的时光 时光跟他在插楼见面 光哥 这这事多来能挤案呢 这这我们也挺着急的 你看这 哎 行了 你们回来吧 啊 这事我给你们顶着 但是啊 你们得知道 以后像这类的事 啊 不要太冲动 还有 办事利索的 呃 我要说的没错的话 九五年呢 我可能就到市里去了 啊 我也得为自己的前途考虑 你们都给我稳当点 哎呀 恭喜恭喜啊 光哥再走一步 那就是市局副局长了 啊 刘仓长正好 今天呢 我这给这个 啊 嫂子拿双鞋 哎 看看嫂子回去 看看合不合奖 市局长 打开鞋子一瞅 又拿了五万 这随便聊天 就到这个案 就得拿五万块钱 那老铁 远南 他们回来的 当他们回来的第二天 那老铁你说能不跑风吗 这哥俩要一打死了 一个厂长 一个基本所长 俩轻哥俩 老铁 第二天连严 严村民都听说 说这事给摆了 就让他们回来了 小蒜 啊 严哥 你上我这来一趟 我找你有事 啊 报了小时之后 刘酸跟严村民的谈话是这样 小川 你们这个事 一个他妈所长 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气球厂的厂长 俩人都干死了 这个事 你们给摆了 找谁摆的 咋摆的 小川讲话了 不是 严哥 什么事我不说 我不走 你说的啥意思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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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啥意思 你也不知道 我说啥意思 你装火 你找的谁摆的 不是 严哥 哎 不料别的啊 那个 我听说好像史光 史局长在 再有半年 差不多就要提市里面 当副局了 那你说这个 啊 南杠分局 他不就缺这么一个 副局长了吗 副局长提到政局了 他得顶史光的 那个胃啊 一个罗币一个坑 那不就有个副局长位置的吗 严哥 我觉得你四十多岁 应该往上走一步 老严一瞅 别插着话题 走一步 那么说走就走的啊 我呢 我我我都这么大岁了 我我我 我干七八年所长了 我我再干 再干几年 我快退了 我我 我没 不是 严哥 差钱的话你知事 啊 严哥 你只要是往上走一步 你当副局 那老弟弟你高兴啊 啊 需要钱你知事 我给你顶 关键是这个 等等那个史光调走的 史局长调走的 副局长提上去 我再 再说就完了 这都内部都订完了 啊 我提前你运作啊 严哥 你这啥时候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用钱你直升 我我我给你往上点 行了 老颜 咋问 小双都没说 这笔嘴挺严 老颜都不到 一定是史光办的 老铁 因为这个事挺大 啊 因为市里面局长啥都都都过问了 但这个事 就这么的 一共花了五十五万 别说啊 小双眼光 严哥 给嫂子 拿双鞋 老颜又整点事 两万块钱 到了颜子 降了几 两万 有刘苏的这个大脑 再有焦岩南 手下四大狠人 张军 啊 包括这个 这个唐立强 傻子跟哑巴 就这几个人 关键时刻还有王牌 啊 俯四哥 这个狠人 你说这个团伙 他想不出名 想不扬名 啊 想不被别人文风丧党的害怕 他也太难了 所以说这个团伙老铁 由一个杀人犯组成的团伙 那他势必 他也走不太长 因为事越惹越大 真的 好 及到